字幕提供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平心而论 欢迎各位朋友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我们在萤幕的右下方 有一个我们主持人的肖像 只要点阅这个图示 就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了 那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子影片上架的时候 各位就需要通知 那如果喜欢我们这集节目 也请帮我们按赞 今天要来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想要武统台湾这个话题 最近又成为国际上瞩目的焦点 因为美国的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还包括我们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还有普瑞哲等等 他们都有在公开的表示 对于中国想要武统台湾这件事情 表达了一些意见 我们这段时间 讲了太多台湾疫苗的事情 今天就来讲一讲中国武统台湾 运行刚才提到了这几个人 讲的话其实都很有意思 我去练给大家听一听 第一个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 是美国的最高军事引导人 这个跟很多人的可能的想法不太一样 我们会讲说是我们的国防部长 应该是国防部长 或者是陆军总司令要主持 他不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马克米利 他是在17号在参议院讲 当然他是接受咨询 他讲的 按照他对中国军事能力的评估 中国要通过军事行动夺取整个台湾 还有一段路要走 第二个重点是大陆 中国目前几乎没有在军事上 处理台湾客体的意图或动机 不但没有意图 连动机都没有 这是他的看法 然后他23号又讲了 同样也是在参议院 中国大陆希望在六年内 有能力进攻并夺下台湾 但他认为中国 两年内不太可能尝试这么做 这就是回到他刚才讲的 是 还没有这个能力 米利相信依台湾现有的规模 中国军方会知道 进攻台湾将会极其复杂 而且代价高 这是米利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 是 那我们那个外交部长吴钊燮讲了什么呢 他是在23号接受CNN的采访 他说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恫吓不断升级 显示台湾需要为可能发生的两岸军事冲突做好准备 他说 大陆称他们不会放弃使用武力 并且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 我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我们必须进行不对称的战争 让中国大陆明白 如果他们想对台湾发动战争 就必须付出一定代价 那普瑞泽呢 他英文名字叫Rich Bush 我大概在30年前吧 采访过他 他是老资格了 他当过赛泰协会理事主席 他是24号 在华府 他是有个新书发表会了 然后中评社 中评社是香港的中评社 其实你也认得 我们也是在台北的中评社 我们很熟的 那是中国时报的人 中评社的记者采访他 他就讲了 他讲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 中国对台政策的主要驱动力 毕竟是台湾发生的事情 如果 大家听好 如果 2024年在台湾 当选的是马英九的克隆 克隆就是克隆 就等于说是马英九的复制人 等于虽然不是马英九 但是跟马英九一样的 马英九的翻版 我认为 对台湾的恐吓压力 和边缘化的程度 可能会下降 关于战争即将来临的警告 都会消失 连警告都没有了 那他同样也认为 第一个 美国有更高的可能性进行干预 第二个 他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战斗 两栖登陆是非常困难的 不晓得各位得到什么结论 我得到的结论就是这样子 中国目前没有能力攻打台湾 没有能力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其实讲过很多次了 今天这个结论呢 现在这几个人证实了 第一个 中国没有能力攻打台湾 第二个 中国到现在的所有作为 都是只是恐吓而已 嘴巴上恐吓而已 是 包括这个所谓的军机绕台 其实也没有绕台了 他只是在台湾的西南角下面 在那边绕来绕去 自己让 也没有到来到去 在那边走一走了 对 那个是航空识别区 那是国际领域 不要骗人了 都是恐吓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讲 普瑞浙讲的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 只要台湾换了领导人 特别是换了国民党的上来 对 恐吓也会降低 这种讲说是有武统台湾的这种 军事行动根本提都不会提了 这不就是恐吓吗 就代表他们也不是真心的 本来就不是真心 我们讲过很多次不是真心 是不是 你记不记得去年 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跟中国很紧张 对 对不对 然后中国也不敢对美国怎么样 就一直在这边恐吓台湾 你还记得不记得 福建那边 那些军人 还写什么与其截别书都出来了 跟家人截别书 好像马上要上战场 真的笑死人 打了吗 打了吗 没有 对不对 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讲过 战争 有两个要件 第一个 在军事上有没有能力打 第二个 在政治上能不能打 我们在先前的节目里面讲过 到目前为止 中国在这两方面 都不具任何条件 他军事上没有这个能力攻打台湾 我们其实分析过很多次了 如果有兴趣的人的话 可以回头再去看一看 为什么中共没有能力打台湾 中国没有能力打台湾 我们分析过非常多次 我是不想再赘述了 那就简单讲吧 现在我上过两个战场 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所以我知道战争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也知道中国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军事上没有这个能力 军事上我讲过 目前绝对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五年十年之后我不敢讲 我不敢讲的原因就是 因为过去特别是在国民党执政的那八年 台湾等于已经自废武功了 对 因为马英九也停了军售 然后把一些军人 我们本来是义务役 男人孩子都要当兵 改成是自愿役 就是你要当再来当 而且也减轻了很多 然后很多的军事训练 改的荒腔走板 什么温度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32度就不能够出操 做军人哪有这样子的 对不对 那关键就在于 国民党的这个政府 认为说是中国 是对我们很友善了 但是中国没有停下来 没有 没有停下来 他一直在发展他的武力 是不是 他演习的时候还 才做出台湾的总统府的 模型在那边 他这边一天到晚在那边宣传说 他造军舰是要这个下脚子一样 他造的是什么军舰 他造的是要进攻台湾的两栖登陆舰 他没有停你停了 这两边的军事力量不配应该是这样子出现的 还好现在的政府认清楚了 走的方向也是对的 就是吴钊燮讲的 发展不对称的武力 让你知道你要进攻台湾的话 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那不要说是以后我们再发展 以现在就以现在来讲 中国都没有能力进攻台湾 我就在这边这么武断的讲 所有武统台湾的预言 全部都失败了 全部都失败了 是不是 本来说2020嘛 结果都过了 最有名的一个 那是我们台湾自己人讲出来的 1995年任八月 那还是我们中国时报的同事 郑浪平写了这么一本书 说1995年任八月会发生大事情 中国会无动台湾 一带人跑了 移民了 郑浪平本人都移民了 他赚了一大笔稿费 他在纽约的时候跟他见过面 有吗 没有了 第二个比较有名的 是我们这个了不起的 南京军区副司令王洪光 他说2020以前解放台湾 有吗 现在都2021了 有吗 对啊 我现在正在翻一本书 就是在讲群体疯狂 就是在讲这些现象 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从中世纪到现在 都有人在讲 耶稣在领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到了 对 讲了无数次了 我自己也采访过一个 类似的案件 1997年 台湾有一个叫陈恒明的人 带了一大批人到美国去等飞碟 对 因为世界末日要来 世界末日 对 都没有来 都失败了 王洪光也失败了 因为他很蠢 他把这个日期定在2020年 立刻就可以检视 对 不就是这样子吗 现在的这些 所谓的末世论 就很聪明 他不定日期了 不定日期了 他说耶稣迟早回来的 我们家除了我之外 全部是基督徒 对不对 慧华我妹妹也在讲 这个 对 耶稣会再来了 但是现在不讲日期 这个是聪明的 对 王洪光就是个大蠢蛋 讲到2020年 现在杠规了 他 大陆人可能听不懂杠规 杠规了 就是预焉失败 预测失败 对 另外一个还蛮聪明的 你记不记得不久以前 有个人讲的 最快是明天 最慢是本世纪中 嘿这个聪明 对 他跨距好宽 30年 本世纪中是2050年 是啊 对不对 到时候不应验 我不晓得这个人年纪多大 到时候不应验 他搞不好已经不在了 对啊 因为30年等于是一代半的人 所以反正你30年之后 对不对 你也不能够验证 所以所有预言要攻打台湾的预言 全部都失败了 嗯 到现在还没有失败的 就是我的预言 中国没有能力打台湾 是 还没有失败 嗯 对不对 他打来我就失败了 嗯 他打来还在打赢 我才失败 对 是不是 中国没有能力打台湾 对啊 对于普瑞者也是 第二个啊 中国要打台湾 唯一有胜算的就是要速战速决 嗯 在国际社会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就拿下来台湾 你有这个能力吗 你没有 然后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 嗯 就是就算你中国有能力打台湾 你都打不了了 你在政治上打不了 嗯 我们在好几 大概半年前的节目已经讲了 台湾的问题 现在已经国际化了 对 没错 已经国际化了 嗯 是不是 对啊 以前大家都会讲 不是大家 比如说中国就会讲一个中国政策 然后比如说中美的领导人见面 一定会讲一个中国原则 可是呢 最近开始 甚至是风向变了 自从日本 我们以日本来讲 日本的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 他在6月28日就以视讯的方式 他是在跟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座谈会上 他就发表了 他说 日本美国的民主国家必须有所觉醒 他还说要把台湾当做一个民主国家 然后他也说 台湾跟日本 他不是朋友 他们 台湾跟日本是兄弟 是家人 然后呢 他还说 中山泰秀也提出一个质疑 就是说 我们在1970年代之后 日本的这个一中政策是承认北京 而不承认台北 这样的政策是正确的吗 这一点真的是我听到这句话就吓死了 因为你们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做事是非常谨慎小心的 一直以来 日本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 有任何的这种明确的表态 最多就是说 两岸问题应该和平解决 最多就是这样了 可是自从今年 今年初 就是今年大概4月的时候 菅义为去了一趟美国 他跟那个总统拜登 发表的联合声明 就把台湾的放在了上面 说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虽然他后面也加了一句说 我们还是希望两岸问题可以和平解决 可是前面这一句话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 因为这个完全就是 日本真的是一个完全的大表态 就是我完全不走以前的这种模糊路线了 开始正式表态 而且从此之后 不只是日本跟美国 这个G7的工业高峰会 一样 不只是外交会长的会议 还有就是首领领袖 会后的联合声明 都一样讲了台湾海峡 稳定和平的重要性 这个也是跌破大家眼睛 因为也是头一招 做了这样子的宣誓 不只如此 日本还跟欧盟也是另外发了一个声明 一样也是把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放在上面 所以台湾问题国际化真的已经变成一个趋势了 而且这个在日本已经 怎么讲 成像起风 这个风是停不下来了 不只是菅义伟最现任的首相 安倍晋三前任首相 那还有他们的防卫大臣安信夫 陆陆续续都在这种公开的场合 都是表明了台湾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防卫台湾 我们跟台湾就是亲密的好朋友 亲密的家人 这个真的是 我看真的是很感动 对我这一个 也不需要这么感动 不用这么感动啊 也不需要这么感动 是 日本为什么这样子做 美国为什么这样子做 因为符合他们的利益 这个是最基本的 没有一个国家 会为了别的国家的利益 去做政策 是 做决策 是 当然符合日本的利益 对日本来讲 台湾如果失去了 那是存亡此寒 对美国来讲 台湾实在是亚太 你不管讲它围堵中国也好 这么也好 台湾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这么简单 符合他们的利益 是 其他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 嗯 你刚才讲的这一大段 就是我们先前很 好久以前在节目里面讲的 台湾的问题已经国际化 是 国际社会不会任由中国 发动 对台湾发动战争 不可能了 嗯 中国现在如果对台湾发动战争 那是一个侵略的战争 是 台湾是一个国家 嗯 不要搞错了 对 这个 包括菅义伟 嗯 包括这个 中春什么 中春太秀 中山太秀 都是 都提过台湾是一个国家 甚至于美国都提过 是 各位不晓得还记不记得 就是不久之前 大概三四个月之前吧 不止 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后期 嗯 美国的国防部 就所谓的五角大厦 是 公开发表声明 台湾从来不属于中国 是 这也是第一次 嗯 所以台湾的问题 现在 我们 我记得在一级建议里面 我们讲过一个结论 台湾的问题 现在不止 也不只是 中国 跟台湾之间的问题 它是一个国际问题 嗯 中国 不可能 为所欲为 就这么简单 嗯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和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的 萤幕右下角有一个图示 大家只要按下去就可以订阅了 谢谢各位收看 祝贵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会了 拜拜 讨厌我的人可以按用力一点 哈哈哈 是不是啊 按用力一点还是可以订阅哦 拜拜 拜拜 拜托 嗯 在 belum 来 啊 对 随 5 2 是的 括 二 你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